那甚至现在 就连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建商也说 因为买期真的有比较差一点 所以甚至有解压上市三位公司也说 他们极有可能把下半年要推的案子 再delay个三个月甚至半年 不见不散 这个是今年一到四月 今年跟去年同期一到四月 针对预售市场成交建数 还有总销金额的一个分析 那看得到不管是从建数或总销金额 其实都是修正的 都衰退了超过三成五 建数衰了36.7 那总销衰了37.5 那一样七都里面表现相对还是比较好的 是在台南跟高雄 衰退幅度是比较少的 建数高雄只衰退了4.1% 台南衰了9.4% 是唯一七都里面个位数 台北市怎么回事呢 你看台北市 哇六十几% 不管是金额还是监数 都大幅度衰退的原因是 主要是因为今年比较火热 就是台北市就在商办的部分 所以住宅退的比较少 住宅退的比较少 那当然就是还是有一些比较 知名间上还是有持续在推 比如说像北市科就比较稍微热络一点 北市科对 对那平均其他的信息区偶尔就零星啦 信息大家零星有几个案子在推 但普遍来说跟去年跟前年比较起来 确实是比较清单一点 那甚至现在就连就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建商也说 因为买期真的有比较差一点 所以甚至有几个上市三位公司也说 他们极有可能把下半年要推的案子 再delay个三个月甚至半年 所以这主要是推案量变少了 再推案量变少 那除了你刚刚说 北市科可能还有零星的一些个案推出之外 那些台北市大部分推的都是商办 所以住宅退的少了 那既然退的少了 那衰退的幅度自然就比较大 那既然说到了科学园区 我这两天看到一个蛮有趣的统计 说科学园区长最多的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内科 可能是竹科对不对 错了 竟然是台园科技园区 台园科技园区是这几年来 科技园区周边房价涨最多的 是不是有点跌破眼镜 好 之前谈到台北市 它衰退很多 台北市有没有可能明年 有一个屈指的期待呢 因为台北市大家都说 推案量很少了 再加上现在新的打草房条例 对都更不利 所以都更很多案子也停下来了 因为现在司法人不能买住宅区 会影响到都更 所以台北市呢 因为又没有很多宿地 那很多案子其实都是都更案 那都更案如果停下来的话 突然又变少 大家对台北市的期待就很低了 超判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 打开小铃铛哦